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 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2019年的12月,我们到印度旅行18天。 当我在机场待机并且远端工作的时候,我喜欢做两类型的事情。 第一类是回复email,尤其是那种比较简短零碎的那种。 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机场的WiFi可能都不是那么的稳定,不然就是经常要重新连接。 因此我会尽量避免因为网络断掉或忘记存档而损失资料的工作,我尽量不会做这类型的工作。 那第二类呢,是规划和准备类的工作。 这类型的工作是为了等到上飞机之后,可以在飞机上做的工作。 那我呢,会故意先将这些分页都开好,让我等一下上飞机工作的时候就不用再买网络,就可以完成一些工作的进度。 早安,今天是12月27号,然后我们现在呢,在新德里,New Delhi的机场这边等转机,转到最后一站,最后一站要去WuDai Port。 超级超级累,我们先是从旧金山坐了12个小时的飞机到土耳其,到伊斯坦堡,然后呢,又再从伊斯坦堡达到新德里,然后现在呢,要从新德里达到最后一站。 WuDai Port,WuDai Port,其实是我们这次到印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结婚啦。 那我们这次的目的地其实正是新娘的老家,据说呢,这里也是印度当地人非常喜欢来访的度假城市。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饭店里面为婚礼做准备。 在印度这边呢,一场婚礼为期,一个星期或者是到十天,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婚礼的规模呢,可能也都是千人以上的大型活动。 婚宴的那几天,宾客呢,通常白天会有一些闲暇的时间, 晚上呢,则会有比较多的喜宴、聚餐或者是派对。 因此呢,我会尽量早起先来处理我的工作, 并且呢,在吃完午餐后到WuDai Port的镇上走一走, 晚上呢,再回到饭店参加婚宴的活动。 那,像这种啊,在饭店有比较稳定网路的时候, 我通常也会把握机会多做一些工作, 并且预备之后几天可能会用到的素材。 这样就可以比较预防之后, 可能住背包客站或者是在移动中不好工作。 第二站,我们从WuDai Port搭国内飞机、 印度航班到Jaiport。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Jaiport这个城市, 它在印度有粉色之城的称号, 因为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粉红色的石砖, 那,整个城市都呈现粉纷的状态。 路上呢,也到处都可以看见骆驼、大象、猴子、牛。 所以印度风景是非常非常的浓厚。 接下来是我们首次搭乘印度的火车, 从Jaiport到另外一个城市。 那,整个场景真的就像是电影演的那样, 每一节车厢都超级拥挤, 我们两个人在一个状况外的情况下误闯了女性的专属车厢。 所以呢,我先生差一点被赶下车, 也算是一个蛮惊险的火车历险计。 离开Jaiport之后呢, 我们抵达了另外一个城市叫做Bandiquay。 它是一个小镇, 一个比较不知名观光客也比较少的地方。 那时候Jaiport呢, 我们玩的比较多, 所以我的工作进度有点落后, 因此这几天我也花比较多时间去补齐先前的进度, 像这种步调比较慢的行程, 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区块 来做一些比较专注的事情。 接下来呢, 我们从Bandiquay坐火车到Agua。 Agua呢, 其实是来印度闭房的一个大城市。 为什么呢? 因为太极马哈林就在这里, 那我们当然也是启动观光客模式, 到太极马哈一探就近。 我认真觉得太极马哈是这辈子闭房的一个世界遗产景点。 亲眼看到的那种感觉还是非常震撼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到市郊去坐River Safari, 就是坐船去看野生的鳄鱼。 如果说你喜欢像这样的一个野外探险的活动, 我其实也蛮推荐的。 那我们也在当地人的带领之下呢, 尝试去印度的夜市吃他们的小吃。 那这类的street food, 他们称之为Chart,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意外的好吃, 就是味道又辣又甜又爽口。 印度的最后一站, 我们从Agra打野野车, 卧铺巴士到北边的城市Rishikash, Rishikash算是我在这一趟印度旅行里面最喜欢的一座城市,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位于喜马拉雅的三角下, 空气不仅凉爽而且比较清新。 那重点是这里可以看到恒河, 就是Gungi River, 这里的河水因为是从山上融化的雪水, 所以它也干净的比较多。 那我们当时呢在这里旅行, 河水就是呈现一种奶油湖水绿的一个颜色, 非常非常的美。 除此之外呢, 这里也有许多的寺庙和修行的人, 每天晚上呢, 和尚都会在这里的河边唱歌, 点火来祈福和赞叹恒河。 那这里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瑜伽会馆, 你呢就可以在这边体验一下, 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做瑜伽的感觉。 以上的几个远距工作的技巧呢, 我们再复习一次。 第一个呢是在机场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网路不稳定的时候呢, 尽量可以选择那种不会消失, 或者是可以比较快速简单回复类的工作。 那第二个呢是, 其实在飞行的时候, 尤其是长途飞行的时候, 我还是会喜欢利用飞行的时间做一些工作, 因此呢在机场转机或者是待机的时候呢, 我就会事先先去准备等一下上飞机会需要用到的素材, 例如说什么图片啊, 或者是文字, 我会事先download下来, 然后可能放在word里面, 或者是有一些分页我就会事先开好, 这样呢上飞机的时候就不用再用网路, 或者是虽然要买网路的话, 也可以限制在一小时内, 帮你省一点钱。 那第三个小技巧其实就是早起, 尤其呢是在旅行的时候, 其实要兼顾旅行跟工作不是那么的容易, 所以呀如果你当你行程比较满的时候, 你势必就是要比你的旅办更早起, 或者是更晚睡来做加班的动作。 那第四个呢是, 如果在网路比较稳定的时候呢, 我会事先先去安排晚一点, 或者是之后几天会用到的工作的内容, 然后呢我会事先就是超前进度多做一些内容。 第五个呢也是旅行中非常常会出现的状况, 就是进度落后, 所以如果说你的行程是十天以上, 就是这种比较长途的旅行啊, 我会建议你就是block掉几天是比较轻松, 就是行程比较没那么满的, 你可以去当地的城市啊, 享受当地的可能咖啡厅, 或者是一些比较悠闲的行程, 然后呢在那段时间赶紧的把之前蜡掉的进度补齐, 这样呢就可以兼顾旅行同时又确保你的工作效率。 以上呢就是我们非常浓缩的印度旅行, 看完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一边工作一边旅行, 其实蛮可难的, 如果说呢这支影片有带给你一些收获的话呢, 请帮我按一个喜欢, 并且呢分享给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的朋友们,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